花蓮县政府教育处在玉里国中体育馆聚集各级的学校学霸们 县长奖得主真的由徐甄为县长颁奖表扬 不仅学生相当的高兴 连家长也感到相当的荣幸 能由县长亲自到场颁奖 花蓮县南区的县长奖颁奖联合典礼6月19号下午聚新 76位获奖同学在家长以及师长的陪同之下 接受了县长亲自表扬以及合影 让孩子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真的没有看错徐甄为县长本尊亲临颁奖会场 县长表示获奖的学生都是各校最优秀最顶尖的 透过表演活动除了鼓励他们之外 更希望带给他们信心 期望每位得奖学生未来有更好成就 成为社会顶尖人才为花蓮正光 第一个把孩子的品格教好 这就是给他人生最大的祝福 以及最大最大的支撑 第二个把他的自私自律的能力照顾好 因为面对社会上无限无穷无尽的用偶的时候 他可以知道他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把他自己照顾好 所以在这里真会要谢谢所有的家长 大家一起今天来参加孩子的这个颁奖典礼 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获奖的玉丽高中李洋说 这一次颁奖典礼与往不同 能够由县长亲自颁发县长奖 并且合影留念感受到县长满满的祝福跟启示 重要的成就感 已经辛苦了三年终于得到这个奖 是自己的努力有回报 非常开心 每一位荣过县长奖的毕业生 由县长亲自逐一颁奖 奖状并且合影留念 希望透过表扬活动肯定学生积极进取精神 并且期许深化品格教育 进而达到事半功倍多元学习 以及终身学习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